羊树 山西这边羊树也分明有好多种 像有什么小白羊 还有什么钻天羊 大叶羊 小叶羊 这种树木非常适合在这种地方生长 因为它比较卖汗 也比较卖寒一些 所以你会发现在山西这边的树木这些树比较多 就像我们看到山上边 因为没有水 但是它这个山上的树 虽然说到了秋天落了夜了 到第二年仍然会发芽 但它生长的就不是很茂盛 是这样子 像山上的那边都是一种一些 由松树 涌松这些树木为座 那同时这个地方 舞台山的三对而言讲 它这个无双期特别短 因为每年来的 我们就拿降雪来讲 最早的一场雪 在每年九月份就开始下第一场雪了 九月份 当然那个雪呢 我们只能叫它雨加雪 就下雨的时候里边加那些雪片 不是很大 但是就九月份就已经开始下了 等到每年六月的时候 这里还会下雪 六月份还会下雪 但这个无双期特别特别的短 所以说冬天时间会比较长 有些时候我们会感觉说 这个虽然说到了三月 基本上就到了春季了 但是来了这个地方 我们是看不到春天的影子的 还是冬天的一种感觉是这样子 所以它冬天时间会比较长 就像我们租的宾馆一样 宾馆它没有影风 就到了夏天来了之后 宾馆也没有空调 再好的酒店都没有空调 因为这里不需要 就是我们白天再怎么热 因为它这个舞台山 到了夏季最炎热的季节 白天的温度也会达到三十度吧 或者三十多度 但就是说外边是这样 这么热 你就回房间 你说我想坐 我回房间休息一会儿 你完全可以不用开空调 就是不用开空调 而且盖的棉被去睡觉 非常舒服的 所以这个地方也被预认是 我们中国十大避暑山庄 首选的这样一个地方 所以说往往每年七八月份 也是还有一个旅游旺季 不光是来了这边 有朝拜参访的 还有很多就是来了这边 去避暑的游客特别的多 特别的多 所以它这个地方来讲 就是夏天是一个旺季 冬天的话呢 就游客相对而言 就会比较少 就会比较少 可能到了周六的时候 周末的时候 人还会比较多 就像我们今天一看下高速的时候呢 这个小车还是有一些的 像平时来讲是没有这么多 是这样子的 那么同时这边的话呢 它这个所有的宾馆来讲 它是没有那种空调的 就像我们住的酒店 今天住的五分宾馆 它也是暖气 都是那种地暖 我们在房间里面 找不到那个暖气的管道的 就是那个暖气片 因为它现在都是为了环保 都是铺在地下面了 因为这样的话 比较干净 也比较不占空间 这样是房间的空间会更大一些 对 它不是 它就 那边的 它那种要建成那种榻榻米 就是那种炕了 但它现在就是地下边铺的 那个暖气管道上面 也有地面 然后那个对 也有一些床这样子 对 跟那个其实很感觉 是很白相的 其实我们今天住的这个酒店的话 就是这样子 包括路边这些老百姓 他们家里边 您看就是路过 也会看到很多老百姓 基本上没有装空调 跟太远还好 有一些很多老百姓家里面 都会装空调的 三个小时 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 比较精彩 这边回来了 二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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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串 三串 安徽嘛 嗯 嗯 那上面不是有这个吗 那上面我给他发的那个地址是什么的吧 我不是应该发那个新发了吧 好